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艾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对硕制货币进行跟踪分析 那么像制度股份,朗克科技,齐天科技,神师电子,翠维股份,海连金会,东信和平 其实很多个股呢,咱们前面都反复进行点评过 那么今天,对于硕制货币板块来讲的话呢,其实表现的还算中规中矩 但是呢,里面有一些个股明显在进行走强 甚至呢,有开始走这种组生的这种势头 那么我们来先看板块指数 那么像数字货币板块指数,其实近期它是一个 虽然谈不上主流热点,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相对活跃而且稳定的一个板块 那么从数字货币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咱们从959.48点位以来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实际上是属于波浪式的上行 波浪式上行的话,对应的话呢,咱们从几个为低 低点的话呢,它是保持不断抬升 高点的话呢,对应呢,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阶段 那么呢,它可以把它作为斜向上的收敛三角形的位置呢,进行运动 那么收敛三角形的位置进行运动的话呢 那么只要说没有强势突破和明显的跌破 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组震荡,是它大概率的事情 而且呢,结合当前这样的一个量能量堆的一个体现的话呢 那么最终选择方向 个人呢,更倾向于可能向上 再一次 就是再一次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这是个人的一种主观的一个看法和倾向 具体还是以市场走势为准啊 这是数字货币指数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我们再来去观察的话呢 就属于在它没有突破之前 那么当前呢,它是属于 属于波浪式的上行 然后呢,地点在抬高,高点也在抬高 它当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内部进行 不断的震荡上行 好 然后我们再用残忍的视角 用残忍的视角的话呢,对应的 那么它所对应的节点的话 从950,9.18点位以来 日线的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 那么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组建了是30分钟级别中枢的延伸 那么在30分钟枢延伸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考察的一个节点是属于30分钟枢延伸的离开段 那么当前离开段的话呢 它是属于内部 我们重点观察的一个节点是 这个离开段有没有走完 有没有走完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内部来去细次级别来去推敲 好 如果说最终走完了 那么回次不破30分钟中枢上延 它会给出30分钟级别的三买的一个节点 如果破了中枢上延的话呢 那么它有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这数字货币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用次级 用小分钟级别 例如用5分钟 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看最后这一段的上涨从1072的位置 它对应的话是一个5分钟中枢延伸 和前面如果说有这样的背词 那么呢 就是找新的高抛点 如果反正力度比较强 力度比较强 无背词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去把握新的5分钟级别 三买的一期会点 好 那么反之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以这样的5分钟中枢 作为一个跟踪视角 如果说那始终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在这个位置保持延伸 真的 那么多观察即可 那么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的节点是属于 在这样的节点呢 强势的 想想回撤 反周不进入 走出这种节奏的话呢 那么要防范的是往下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破位反周 好 这是数字货币指数的一个表达 所以从个人的一个推演的角度来讲 就不吃而吃 穷尽变化 完全分类 但是呢 在分析当中有一个 概率层面的一个倾向 所以说呢 对于数字货币板块指数来讲的话呢 它当前保持这样的一个增当上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回落不破下方的趋势线 那么呢 找机会点 像上的话没有突破了 那么风高见好就收 如果说有这样的强势突破回踩 那么又把握新的一个节奏点 好 数字货币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然后我们再看看个股 好 同时呢 从传统角度来讲 那么当前还属在一个拐点上 属于呢 刚刚上穿 价格呢 沾在144年均线上方 53 又刚刚上穿上144年均线 那么接下来继续观察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数字货币的个股表达 个股表达的话呢 像朗科科技 朗科科技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 第一 嗯 它走 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第一个是 从23块一毛就的位置一度下跌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超低反弹的一个格局 超低反弹的一个格局的话呢 对应的从4块一毛8 低点和低点性天然 构成了这样的趋势支支撑线 构成趋势支撑线的话呢 只要说回踩不破趋势支撑 对应的都是这样的一个 嗯 机会点的一个把握 好 与此同时的话呢 那么高点和高点相连呢 它对应了又属于这样的一个 阶段性的趋势压力线的一个参考 这是用传统理论 角度呢 来进行观摩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得走强迫回撤 回撤下来之后呢 再进行一根苍羊 百分之16.87的一个上涨 那么对这一支个股来讲 咱们前面给他用 也用残忍的视角来进行跟踪过 这个残忍视角的话呢 从十块一毛八的位置 冲高回撤 好 可以把它作为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而后的话呢 给出了三十分钟级别的三买的机会点 给出三买的机会点之后的话呢 因为这个位置回落下来 不破三十分钟中枢上延 给出的是三十分钟三买 然后呢再一路走强 好 这是朗科科技 那么对这一支个股后面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那么我们会发现 长阳之后再往上 那么容易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呢 可能会面临短周期的这样的调整 那么调整下来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呢 他既可以选择持续一根中阳 或者一根阳线向上 他也可以呢 冲高回落 就说呢 最终最好是等他什么 等他有再一次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不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三十分钟三买 然后的话呢 三买成立过程的组建 第二一个中枢下上下的结构之后 然后干嘛呢 然后再期待新的箱上离开段 好 然后从传统视角的话呢 那么军线维度五十三一百四四 刚刚形成多多排列 MICD 零度上方金叉 量能的话呢 五十三 军量线上穿一百四十四天 军量线 这样的一个量能是有提振的 这是朗科科技 不过今天收 今天的最高价是十七块九毛九的位置 那么这个点位呢 也需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呢 如果说快速的突破这个节点 然后的话再往下回撤 回撤的话呢 只要说不破 三十分钟中枢上延 或者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对呢 都可以把它做一个新的机会点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像从二十 从二三块一毛九的位置呢 当前的位置 它也是靠近了上方 这样的景线位 那么呢 它可能会面临 再往上 可能会面临 短期的一个修整 短期的这样一个增浪 或者是 向下回撤的一个需要 好 这是朗科科技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例如说像 制度股份 那么制度股份呢 咱们前面的一个跟踪视角 也是如此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 大家会发现 包括呢 像刚才的朗科 科技啊 像这类个股呢 它的一个特征 首先核心中的核心在于量能 它是属于量能一波 大于一波 这一点是最核心的 量能一波大于一波 它又经过这样的 它又属于这样的一个 环涨波浪式的上涨 那么它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公正把握这样的低息高抛 其实呢 是非常 胜率会比较高 好 那么像制度股份呢 它的一个做法也是如此 量能那边一波 强一波 而且呢 MSD零轴上方公正的一个状态 那么像今天呢 出现这样的反暴涨停 但是在涨停之前 我们会发现 从残论次脚下的话呢 它也是如此 30分钟级别 我们来看 从4块2毛7 日线的一笔上 一笔下 然后这样的节点的话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 中枢的一个延伸当中 好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30分钟级别 中枢的一个延伸 向上走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在这样的节点 它是离开段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 次 分钟次级别 分钟 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的 一个说法 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 走完过之后呢 再回落不破 30分钟中枢 上延 它又会 可能会给出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制度股份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 当前的一个均线位置来讲 53 140多多排列 那么前面呢 属于 好 涨停 涨停过中的回撤 不破 单阳不破 涨停 震荡 单阳不破 那么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也会发现 像它的一个走势节奏的话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构成了去支撑线 那么会发现这个位置 涨停 后面呢 是属于 单阳不破的做法 涨停 单阳不破 涨停 单阳不破 涨停 涨停 这样的购物的话 如果说 对应的 再往上 如果强制连板 如果不能连板的话呢 那么它阵段当中 以这一根最新的涨停板 当下的涨停板 作为一个跟踪 它当前是走路 这样的一个还涨的走法 那么只要说 这样的结构可以保持 因为前面的话呢 它对应高点和高点相连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技术层面的压力所在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的话呢 它是有可能 再往上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短周期的调整 但是只要调整下来 不破 单阳 涨停板的这样的单阳 可以打得作为虚似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向上的话呢 一旦突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沿 强制突破 那么它的空间才有可能进一步打开 好 这是周图股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呢 像齐天科技 齐天科技 齐天科技呢 今天虽然说也是 涨了9.15% 那么这一支购物呢 它对应了还是属于前面强势股的一个反扑 然后呢量堆还在 人际还在 但是呢这一支购物从3块2涨到12块7毛9的话呢 其实对应了已经先一番了 三倍多 接近四倍 接近四倍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一个根本是叫低 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味道 因为在这样的上涨难中 我们来看 好 前面的话呢 底部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洗愁 摸底 好 助底 然后的话呢 经过这样的一个还涨 亮堆 相似让的加速回踩不破 然后的话再向上加速 但是呢在当下我们会发现 一二三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大家会发现这六天的时间里面 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一个剧烈波动 但是呢下方 筹码在快速的减少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 像起田科技这类个股的话呢 就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味道 那么从咱们三线抽盘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首先 先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角 第一 从MICD来讲 零组上方经测状态 从军量线的视角来讲 那么五天军量线上 十三天军量线上穿 一百四十天军量线 形成这样的一个多多排列 这是一个公正的节点 那么前面的话呢 我看长周期的弱势当中 那么呢 量能始终受到一百四十天军量线的压制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晰有效的一个参考 好 那么从开线 从军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前面呢 是还长延武军 他真正的强势加速 他是属于站稳一百四十年军线之后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出现这样的公正的时候呢 才去把握 那么以强势上的延武军 武军不破 可持有偏力 武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武军十三 其上主 方向不改不换筹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三线操盘的一个示威的话呢 遇到这类单边或者这类强势个股 是容易很容易把握住的 你如果说没遇到 那么这么罢了 遇到的话呢 最起码你的一个成熟的一个交易体系 思路 他能够把握住 好 这是几天歌迹 所以说呢 没有 这类个股的话呢 以后看看即可 就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对象 再往上的话呢 再就有最高的一个先银了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像神石链子 那么神石链子对应的话呢 他是属于 非常明显的 作为超低反弹的一个做法 那么前面的话呢 对应了有这个平台 平台的话呢 是有承压的 所以说当前呢 他想要一口气上去 可能性 这个难度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 从9块8的位置 他勾住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平台的话呢 对应了是 从马在不断的集中 有一定吸收的迹象 人的近期有这样的量堆 有这量堆的话呢 那么像上 也是要防范的是 从高回落 当前144年级 包括上方 尤其是上方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下沿 但是呢 如果说出现 这样的一个只要量堆保持住 后面出现这样的阴线 那么呢 用阴线低吸的一个视角 可能还值得去看一看 跟踪一下 好 这是省视电池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脆微股份 好 脆微股份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当前是属于 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拐点 第一呢 从走势定性上面来讲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 从12块9毛8跌到最低5块9毛5的位置 实际上是已经严重腰斩之后 腰斩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它属于量堆刚刚形成 而且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做法呢 从5块9毛5的位置 好 从5块9毛5的一个位置以来 对应了是可以把它作为 一个斜向上的平台 刚刚再次取得突破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例如说呢 可以把它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高点和高点相连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 斜向上的一个平台 向上突破 也会踩确认的做法 这是一种视角 第二种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延伸 中枢的延伸的话呢 在向上走离开段之后 对应的话呢 又给出这样的一个 好 这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然后向上离开段 五倍迟 好 这是一种观察视角 如果穿着了一个均线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53144天 均线呢 刚刚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多多排列 价格呢 粘在144年均线上方撑得住 量能来讲呢 5天均量线 13天均量线 上穿144天均量线 形成这样的拐点 MSD零组上方公正 好 这是随微股份 那么咱们像这类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这一对 这一对的话呢 其实用更小级别来看 它是一个下上下 那么它已经逐渐一个五分钟的中枢了 好 那么这五分钟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 它对应的 当前已经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从6块7毛1的位置 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呢 那么接下来要么是持久上离开段 要么是五分钟中枢的一个延伸 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随微股份 那么再结合呢 简单的均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这类个股后面的观察点 如果说有回撤 有绿盘 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个潜伏低息的机会 那么呢 可以把下方的114年均线呢 作为它的一个强弱的关键位 只要说不破 那么就有机会进一步走强 当前还属于强势公正的一个节奏 好 通知的话呢 如果说看它的周开线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回到114年均线的位置 然后呢 沾上 然后呢 前面上周是一阳穿三线 本周的话呢 是回撤之后再反弹 好 这是随微股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好 像海联金会 海联金会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密切的 首先这类个股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在前高 就是任何一支个股 我们不能看单一的一个维度 就去武断它会怎么样 例如说呢 把前面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当前处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压力附近 所以说呢 它是容易撑压的 而且呢 用水平的一个维度 像前高 前面站的一个小的平台 是有撑压的 然而通知的话呢 它从4块9毛9的位置的一个以来 它在反弹呢 它走出了低点和低点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趋势自动线来去看待 然而用长连的视觉的话呢 它又组建了这样的一个30分钟 中枢延伸再向上走离开斗案 而后的话呢 后面的跟踪视角是30分钟中枢上延 30分钟中枢上延的有几点的话 对应的是属于 我们来看一下 是6块06 也就是说呢 像海连金会这类个股呢 如果说用传统视角下呢 它当前在压力区附近 那么呢 这个位置的增荡是大概率的 好 但是回撤的话呢 如果说6块06的位置不破 那么它是有机会给出30分钟级别 300的机会点 那么从均线的位置 当前呢就检手140点均线即可 这是海连金会的一个技术表达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像这类个股苍阳之后 冲高 就是不讨 苍阳之后冲高就是讨 苍阳之后冲高就是讨 但是呢回落下来 持续无量 持续无量缩量 一旦呢 资金移动 方量就是机会 一旦资金移动 方量 它就是一个机会点 所以说用这样的节奏去把握 好 再结合呢 像长轮结构 包括了均线的一个位置 关系公正 那么呢 胜率会更高 好 这个海连金会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向东信和平 那么东信和平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反复去跟踪和观察的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一支个股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股性还是比较活的 另外的话呢 它一季度的 规模金利润增比增大42.62% 好 对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更多的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来看 长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是曾经走过这种龙二 因为当时在五级方向的话呢 像东方通信作为龙一 它作为龙二 人的当前的话 它长周期来讲 它属于 四要突破 四位突破的一种走法 从高点历史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组成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线 这趋势压力线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在当前在突破的一个边缘 就是还不能 还不能视为突破 因为它需要一个确认的动作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 然后我们看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收敛三角形 在这样的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 好 高点和高点相连 低点和低点相连 在收敛三角形也倾向于末端 没有突破之前不用去堵 没有低波之前也不用去堵 它在这个区间之内 震荡 用低吸高抛的维度呢 最恰当不过 好 同时的话呢 最终一旦选择方向 如果相当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 只要带量 看多 就会比较乐观 打开空间 好 这是东西和平 同时 像这类个国 如果说用残忍的维度 它当前是属于中阴段 或者说用中枢的组件 延伸当中 好 这是东西和平 如果说用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五十三 一百十四 刚刚形成独特排列 然后的话呢 周看牛熊 日看强热 周开线呢 它在这样的临界点 日开线呢 也在临界点 所以说这类个国 非常值得观察 为什么说是值得观察 而不是说立马去干进去呢 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干进去 它涨上去了 实际上是有点的侥幸行理 或者是有点运气成分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持续震荡一下 但是它保持这样原有的一个结构 那么其实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它再回落一下 靠近下沿 然后再震荡一下 最终再去 不管是最终突破 还怎么样的 就是没有必要呢 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矩阵 所以说呢 耐心观察 什么时候出现持续性的带量突破 那么做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要么是回撤下沿 到一百十四年军厌附近不破 回到下沿的位置 然后呢 或者这样的十字星 下引线 而后呢 出现反弹 移动 出现这样的一个底分 然后把握它的低息 接触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东西和平 好 那么以上呢 咱们是对于 从技术的角度 不管是从产量结构 还是从军线的一个视角 还是从军量线的维度 来进行 技术巩固 经验分享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对于数字货币 这个板块方向的话呢 那么更多的还是 其实个人认为呢 数字货币方向 更适合 低息高波 然后的话呢 用逆向思维 把握轮动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分享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好 再见